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毅和沙利文回谈 德国政府允许中企入股汉堡港 意大利还没有决定退出一带一路 美国侨领被指监管而建者要打官司 上海银行减薪即然罢工 中山车祸一家碰口如烂 武汉大楼发生火灾 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 俄罗斯表示继续在巴克莫特推进 莫斯科说 俄罗斯在东部城市巴克莫特的推进 仍然在继续 因此 俄罗斯的国防部 反驳了昨天来自基辅的报告 即是乌克兰人正在获得领土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在巴克莫特西部进一步推进的 刚刚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 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 乌兰总统赞尔斯基表示 乌兰将保持火力 直到更多军事援助加辅后 才向俄罗斯军队发动反攻 赞尔斯基说 虽然凭借着乌兰现时拥有的军事设备 乌兰的军队有能力进攻 并且会取得成功 不过 他认为这样做 会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伤 这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 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 等待各国 向乌兰的军队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上星期宣布说 将再向乌兰提供新一批 价值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反塔克武器系统、反塔克导弹 以及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弹药等 累计援助的金额达到357亿美元 韩正访问荷兰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今天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 在海银皇宫 受到国王威廉曼山大日接见 韩正今天下午 与首相吕特 与外贸部长斯莱·莱马克会谈 据荷兰政府新闻处说 这次的谈话涉及 气候和水民等领域的贸易和合作 这是韩正一个星期里 第三次访问欧洲国家 他最近几天一直在葡萄牙 星期六 他代表中国参加了英国国王查理斯的 加冕典礼 接着转往葡萄牙进行访问 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 目前也在欧洲访问德国、法国和挪威 荷兰克林人大学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 德霍格表示 中国正在欧洲展开魅力的攻势 中国希望欧洲的国家 减少对美国人的关注 中国的信息就是 欧洲必须脱离美国继续投资中国 荷兰驻华记者登达斯说 在被新冠病毒隔离三年后 中国的政要再次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尤其是和欧洲国家的联系正在加强 虽然和美国的关系难以走上正轨 但中国将欧洲视为可以采取行动的大陆 至少在某些领域里面可以对话交谈 中国将欧洲视为美国的下巴狗 并试图将欧洲和美国分开 但欧洲对和中国的关系也存在严重的担忧 德霍格认为 这个不单只涉及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 还涉及中国在沃兰截争期间对俄斯的支持 以及中国对留学生和荷兰大学的影响 荷兰和中国的关系也面临压力 双方都互有刺激 荷兰外交部长华斯特拉 对这里也有中国的警察局很不高兴 而某些芯片机的出口禁令 也是中国方面的眼中定 德霍格认为 考虑到所有的分歧 韩正的访问首先应该传达 荷兰必须继续和中国良好合作 与此同时 欧洲领导人还表示 他们无法承受 将欧洲和中国脱欧的后果 他们希望降低风险 更谨慎更具战略性的达成合作 这个对中国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黄毅和沙利文会谈 美国白宫5月首日表示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已经在10日至11日 在奥地利维尔纳 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黄毅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 同日稍后也报道了这次会议 而白宫就指出 他们两个人讨论了俄乎的战争 两岸及其他议题 双方同意维持这个重要的战略 沟通渠道以推进目标 新华社同日稍后日报道 5月10日至11日 王毅和沙利文在奥地利维尔纳 举行了会议 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 排除障碍 指跌企稳 进行坦诚深入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 德国政府允许中企入股汉堡港 德国政府5月10日表示 将按照计划容许中央集团入股汉堡港话头 入股的上限是24.9% 德国政府发言人发声明说 政府已经通知德国汉堡港 和物流股份公司及中央 指他们重新制定的交易 符合内阁2022年的决定 德国政府研计说 给中央集团入股汉堡港的35% 政府内部以及执政联盟都提出了反对 经过审议之后 改为批准中央集团收购汉堡港 托勒洛伊特码头24.9%的股份 根据德国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入股 如果未能达到企业的25% 就没有办法左右企业的决策 德国在2023年宣布托勒洛伊特码头为关键基建之后 经济部4月份表示 正重新审视容许中央入股的计划 这行收购曾经在去年9月 受到德国的经济部、气候保护部、内政部和国土部等 六个参与投资审查的联邦部门的阻撓 声称中国可能会利用它经济的影响力 来贯彻自身地缘战略的利益 但联邦总理府就选择站在支持收购案的德国企业界一边 在总理舒逸池的支持底下 德国政府最终在同年10月下旬 批准了一项妥协的方案 允许中远海运收购托勒洛伊特码头的24.9%股权 并禁止超过这个门栏的进一步收购 此前 汉保港和汉保市政府多次表示 希望中资的入股能够提升港口的货物吞痛量 加强它和其他港口竞争中的地位 汉保港担心如果交易失败 中远集团或将它的业务 转移到荷兰的陆特丹港 或在比利时的安德维埔港等更大的竞争对手 截至目前为止 中远海运港口在全球37个港口 投资了46个码头 共营运367个泊位 有德国媒体形容 汉保港将会是中远在欧洲布局的 最后一个环节 意大利还未决定退出一带一路 早前有消息说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计划这个月在日本港口旧行日 七国公义集团峰会 或之前宣布退出中国一带一路的抗议 梅洛尼当地时间星期三表示 政府还未决定是否退出一带一路 正在检视各个选项 根据路透社报道说 儘管遭到美国抗议 意大利仍在2019年加入了中国一带一路 这个协议将在今年年底进行更新 梅洛尼表示 议会对更新与否参与讨论 梅洛尼在自那首都布拉格访问期间表示 对于是否退出一带一路 他们还没有作出决定 正在检视各个选项 目前讨论仍然是开放的 但他重新过人 不赞成前总理恐则政府 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 彭博士在星期三引述知识人士说 梅洛尼上星期在 罗马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麦加錫会面期间 表明虽然还未作出最终的决定 但他的政府支持退出一带一路 并且暗示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退出 美国乔领被指监控现见者要打官司 美国大波士顿地区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共同会长梁尼唐 涉嫌非法担任外国政府的代理人 监控反对中国政府的人士 9日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 已经被起诉相关的罪名 64岁的梁尼唐居住在布莱顿 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他8日被起诉 9日被捕 预定11日出庭 联邦大培审团的起诉书自作 梁尼唐自2018年开始 到2022年间 一直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监控当地反对中国政府的人士 和组织的名单 甚至向中方纽约领事馆的官员 发送波士顿地区 反中共活动及集会人员的照片和名单 他被控密谋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 以及未告知美国司法部的情况下 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等两行的罪名 起诉书中 特别提及梁尼唐在2019年8月18日 如何干扰波士顿地区香港人的反修例集会 他所提供的数据 与大波士顿地区 华人组织的反送中聚会有关 起诉书说 在这次集会前后 梁尼唐多次与中方领事官员联绎 讨论如何针对这个集会的计划 根据联邦大培审团的起诉书 梁尼唐也被涉及参加了其他几单事件 包括2019年9月份 拍摄反中国大陆人士的照片 指他们是制造麻烦的小丑 又向中方官员提供认为可以培训的人员名单 甚至拿着一块写着警察的牌匾 上海银行减薪职员罢工 十一后中午 上海普通发展银行六家嘴之行 门前有大多数人聚集 静坐 网传事发原因是因为普发银行 大幅减薪引起员工的不满 发起集体罢工的抗议 员工们打架之后不工作 甚至在座位上贴满印有罢工字眼的纸张 网传图片显示 银行大楼门前的梯架上 坐满了罢工的员工 现场有不少保安戒备 有员工在网络发文说 自己月薪原本是2万元 被大幅减少至6、7千元 针对网络的传闻 蒲发银行官方回应说 网传图片是两种独立事件 其一,网传主公司的一个员工 薪酬下调 是因为本人业绩的考核 不佳所致 经过沟通 目前这个员工 已经对上述的条件表示理解 其二,网传集体事件的图片 是一个业务外包公司 与所属员工之间 存在劳动糾纷所致 目前这个外包公司 正在与员工沟通解决 广东中山车祸一家五口遇难 广东省中山市日前发生严重车祸 有试驾车驶过桥的时候 跌到河中 车上的一家五口全部离难 包括两名小童 事发在5月5日晚上 一梁试驾车行经中山市港口镇 星辰发现附近 驶过星辰桥的时候 突然冲落了河 根据《红星》新闻的报导 知情人透露 车祸中身亡的一家五口 包括三名成年人 两名小童 大的小孩在上幼儿园 小的才一岁多 当晚私家车罪害后 未能被老人及时发现并抢救 等发现抢救的时候 已经等不及了 另外 遼寧的浮身有养珠祥的外长 发现了一具无名的女尸 年龄介乎30至40岁 当地警方日前发布 查找死者来源的公告 武汉大陆发生火灾 11日下午1点左右 湖北的武汉市 有建筑物突发火警 有居民跳窗逃生 当局表示 火灾目前已经被撲灭 至于是否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不便透露 有知情者表示 事业时的建筑物 当时正在装修 火警发生后 有住户从六楼跳下逃生 目前还不知有多少人伤亡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